国家三级古迹草屯登荫书院 为了庆祝文昌帝君圣诞 日前举办文昌帝君圣诞春季祭典 以及颁发108年度登荫书院 清寒优秀学生奖学经等文化活动 在尊重传统的同时 也鼓励学生积极向上 草屯镇登荫书院 建于清道光28年 现在的样貌是光绪9年再修结果 日前为了庆祝文昌帝君诞成 举办文昌帝君圣诞春季祭典 即颁发108年度 登荫书院清寒优秀学生奖学经等文化活动 主任洪信发表示 登荫书院奖学经 制定之目的在于讲序家庆清寒 但努力向学 尊敬师长 友爱同学 在校各项表现明显进步 或是具专项才艺 技艺 值得鼓励的学生 登荫书院在土工17年开始 147年开始起 在148年来完成 到今天就187年 今天是在春节 就是说今天办办办奖学金 和我们这个店公民党文昌党 我今天有发展金语画 另外要来有这个店地匯 就是开支会 在我们今天来这上京语画 我也有准备这个 很成功的这个福餐 来给大家吃一个福餐 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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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电影师 在我们参观 在我们参拜 非常欢迎大家 谢谢 草屯镇长简锦贤表示 书院颁发奖学金 非常有意义 相信除了对学子鼓励之外 也能够让学子学业有所精进 其实我们登营师院来举办 我们文昌帝金 圣诞千秋 特别还有颁发我们优秀的 学子的奖学金 这个非常有意义 我们也特别感谢 洪主委 以及我们所有的志工好朋友 可以说一直对于我们教育 非常非常的用心 让我们的这个青年学子 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奖励以外 我相信对于他们的学业 以及鼓励 会有很好的精进 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奖学金的颁发 我们也希望说 借由这个登营师院 这么善级 让我们所有的青年学子 大家成绩都非常有意 宪福教育处长陆正伟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 让社会各界更关心孩子 也期望更深入人心 使社会更祥和 传统上中国的书院 就是提供着地方上 愿意读书的孩子 也希望他们借由读书翻转教育 能够有更好的未来发展机会 登营书院从光绪连接一直延续到现在 它也提供了我们超团 很多孩子达成的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今天的活动 让我们社会各界 能够更关心我们现在的孩子 当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们经常会讲着说 我们的社会 好像目前纷争越来越多 冲突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登营书院更扮演了一个 将我们在地化 与孩子的生活密切的结合 也期待着今天登营书院的 整个奖学金颁发 还有文昌帝君的整个活动 能够更深入我们人心 使我们的社会更祥和 更温馨 今年登营书院 清函优秀学生奖学金 共有学校推荐204位学生受奖 而该书院委员 庄敏工先生 慷慨解囊 连续五年为奖学金加码 加会学子 一举可风 登营书院每年春秋两季 都会为民众学生 举行公请 奎心笔 开智会 专神教 征服会的活动 希望让学生 顺利登榜 直上清云 直到文昌国小的今天因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